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台南安平市場 這裡因為臨近台灣燈會的安平燈區市場內 有相當多隱藏版美食 有哪些美食 走 我們帶您進去吵一吵 好幾塊魚皮放進 用豬大骨熬上幾個小時的湯頭裡 加幾顆魚丸打上一顆蛋 抓些許青菜來點綴 起鍋砸點調味 再倒入有油條跟蔥花的碗裡 這樣一碗說是魚湯 卻不只有魚料的澎湃湯品 是熟客才知道隱藏菜單 更讓老饕喜歡的是 這裡的湯還能夠客製化 比方說他要吃海鮮粥 可是他不吃魚皮 他可以換成別種 就連女星歐陽靜 也深深著迷著好味道 而招牌料理也別錯過 這一道 長得像是豆皮的塊狀米食 下鍋煮熟是鋪彈滑嫩的口感 搭配一些海鮮配料同煮 看似簡單的料理 做工卻很不簡單 不起眼的小店藏著的是不平凡的美味 看完藝人的私藏美食 我們再跟著在地人找不久 來到這間老字號肉圓 剛蒸好的蝦仁肉圓個頭不算大 卻散發濃厚香氣 花柳軟Q的外皮內餡裹著的是肉燥和蝦仁 再來碗四神湯成為不少人懷念的古早味 前頭忙出餐 忙結帳 後頭則忙著備料包肉圓 蒸材食料的傳統滋味 有著用心和堅持 肉燥嘛 我們都是溫體豬肉的 我們半夜就要起來工作了 一點多 填飽了肚子再用另一個胃 來裝甜片 老闆娘俐落的手腳沒停過 快速切好精透的熟悉愛玉 搭配剉冰 粉圓 再淋上幾勺紅糖水 來到這一攤 除了要解鎖基本款愛玉冰 升級版的綜合冰一樣必點 綠頭 湯圓 紅豆 粉圓等 多達十種配料 統統都是自家手工熬煮 夏天搭配剉冰一起吃口新涼 冬天則換熱呼呼的花生湯 當主角滿滿胃 花生湯很綿密 然後他們 尤其他們那個芋頭 非常的鬆軟 很好吃 除了美味 重點是經濟實惠 飄香一夾子 傳承到第二代的古早衛兵店 抓牢不少饕客的胃 豆子 生米花 蚵仔我都是幸福的 都早上起來現煮的 在地人對傳統市場的好滋味 如數家珍 而翻開地圖來看看 從安逸慶平路上安平登區 用步行的方式 走到安平市場 大約十分鐘左右 開車 騎車 車程 大約三到五分鐘 如果還想到距離登區更近的地點 尋覓美味 魚人碼頭對面的安逸停車場 也有美食市集 淋上肉燥 不定時翻角 讓炒米粉維持一定的濕度 有同伴家就能享用的俯程小吃 也品嘗得到來自原鄉的美味 阿里山州族的 他們州族的烤肉就是大圓燙 一條條山豬肉和香腸放在大圓形烤盤上 直直鑄賞 台灣燈會安平登區周邊的美食市集集集結50攤 經典夜市 街頭小吃 以及原著名特色餐點一次南瓜 讓遊客在賞燈會的同時也能品嘗台南在地的美味 華視新聞少親李玉哲台南報導